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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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说像稍微资深一点的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也都知道 黄元玲老师他在业界他的这个人员以及说他在音乐上面的一些成就包括像可能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知道是他在那个星光大道的时候担任评审啊等等的这些 那当然他目前都还是一直非常活跃在做一些制作或者是一些不管是配乐还是电影的部分甚至舞台剧 舞台剧 所以我想他也是一个非常跨界在音乐里的这个音乐精灵 所以那我跟他结缘其实是在我20岁时候 20岁就认识了 对我20岁我应该算是1996年 1996年正式进到这个所谓的唱片制作行业 那当时他的公司叫做友善的狗嘛 所以那时候就给了我一些编曲的机会 然后也给了我第一场大型演唱会的乐手这样子的机会 对所以等于说在当时有拿到这些 就对一个20岁年轻人来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进到这个行业 然后去试试看自己的能耐啊 然后可以想像说怎么自己的专长可以在这些领域发挥 所以我想这个经验是非常的难得 那当然后来一路上他也看着我在不同的领域 所以不管说演唱会还是说在电影在自己的乐团 也有很多的这个经验跟发展 那当然因为我后来这几年比较常做就是演唱会的音乐总监 所以我想音乐总监这个角色可能我们下次有机会 我们可以再好好再讲这个 大家一定很好奇 这个角色到底是什么 那当然其实最重要他有点像是一个总监同酬 然后去call很多人 然后去跟很多不同的比如说舞蹈老师 比如说导演 甚至是跟艺人 做充分的一个沟通 然后去安排演唱会的 不管是乐手音乐编曲 甚至是制作等等的 这些工作 所以他就看到我在这个部分的能力 然后跟经验 所以他就邀请我去北流当执行长这个角色 执行长 对那所以讲了这么一大串 那我觉得对于一个音乐人来讲 要跳进去当行政职这件事情 毕竟我还是 我真的没有去固定的地方上过班 哇 但是北流是要固定上班的 是 当然我们自己都有开公司 自己都是可能是老板 或者是就是至少是公司的管理层没有错 可是进到一个这样的公司 毕竟北流他是一个办公家机关 他是一个行政法人这样的一个体制 所以我当初也真的考虑了大概两个礼拜 哦 那我终于还是答应他 然后就开始去北流 然后去把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去 等于讲从头看到尾 所以真的还是蛮辛苦的必须说 我光是用想像我就觉得一定很辛苦 对所以大概这个跳火坑的这个阶段是这样 所以难怪后来说因为这个身体健康的因素 想要稍微休息一下 对我我想就是说 呃大家会觉得 当然很多人会问我说 那到底你生了什么病 或者是 当然真的我在之前我有去做过全身的健康检查 那的确 经过这两年的这个辛苦的工作 的确在素质上面不是那么好看 哦 但我自己更认为重要的是 呃我们所谓身心灵 那我觉得心灵健康也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当然当然当然 因为压力太大 嗯 嗯那每天当然在处理 呃都是跟流行音乐相关的事情 当然我觉得一个地方 它毕竟我们今年才迈入第三年 嗯所以其实都是还在 呃还在 呃建立的一个阶段 所以不管说很多的工程很多的活动 还是说甚至公司内部的人员啊等等的这些 都一直在呃做一些优化或者说调整 所以我想这方面的工作呃我也很尽力的去 呃像我可能跟思思说过 后来就开车每天开车上班我都听跟气管有关的podcast 对 对我就我也没有念过MBA 是 那当然也很多人鼓励我说 欸小驴你可以去练个EMBA 对对趁此机会 对现在哪有时间 周末那时候下班就是周末一定 就会觉得哇原来 哇休息一下 对上班族对上班族来讲 周末是真的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你可能躺在床上到中午才想起来 嗯嗯 所以在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我当然我也很努力的去学习很多 不管是说刚提到在企业管理 或者是说像一些专案或者是说 甚至是工程很多的我们呃 玩音乐的人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工程的事情 我们也是想办法去呃去学习 然后去理解说这些事情到底该应该怎么样去做 因为毕竟我必须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台北流行卫中心这一个体制它非常特殊 刚刚有提到它是行政法人 那所谓的行政法人呢 呃我们在执行的任务是国家希望我们来做的 它比较类似像基金会就公益的一个 哦 一个方向对我们要做的是应该是属于公益 但是因为它是行政法人的体制 呃国家又会希望说我们让这个地方可以自己自主 所以你可以自己赚到足够的这个营运的费用 然后必须有盈利 对我必须要盈利 但是我的盈利我不会拿去分给我的同仁 是 我的盈利盈余之后呢 我们是可以投入接下来的新的工作或新的任务 所以它的想法跟一般的公司不是那么相同 但也不是公务机关就是你每年下一个预算 然后把它花完 所以我觉得常常很多人会诟病这个部分 那北流将来它是希望可以走到所谓的自给自主 嗯 所以这方面当然 呃这个反正我现在退退退退下来可以讲 哈哈哈哈 就是我们自己在里面工作 我们其实面对的是比如说议员 像最近又议会期嘛 嗯 议员会咨询我们的预算 对啊 因为他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那但是对于比如说监督机关来讲 对于市政府来讲 他们也会看我们到底有没有好好的运用这些预算 嗯 是 对那当然对我们自己来讲 我们直接面对的压力是像我跟董事长都是来自于产业 我们对于产业也有一份就是说 我知道你们在看着我们 嗯 这两个人进来到底有没有在做对的事情 有没有帮助产业更好 对 所以我们受到非常多的监督 那我们自己当然也有给自己一些这样子的期许跟压力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两三年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还蛮辛苦的 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大家看到说这个地方 我们以branding的方式去经营它 那可是呃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出出奇的阶段应该是我们先把一些 比如说空间招商 嗯 或者是说呃把这些该给一些产业 年轻人音乐人使用的地方 赶快把他的这些工程把它完成 哦是是是是 对因为政府花了60亿盖了这个地方 他给我们的这么好的一个场馆 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说法人进去做就是把里面的所谓二次的软妆 试妆应该要把它赶快完成 嗯嗯嗯 对所以呃 基本上到了今年年底应该就会看到 大部分的这个招商的空间都已经出去了 是 对那我想很多的活动也慢慢 慢慢陆陆续续会呃在北流可以看到很多的好的活动 嗯 不管是演唱会还是说展览 还是一些国内外的好的一些优质的艺术或者是音乐声音美学相关的活动 我觉得将来都会呃希望所有的台湾人甚至是其他国家的人也都能够来到北流来看看欣赏这些表演 嗯所以实际上我们对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期待是他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展演会馆 嗯 他也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嗯然后他也有教育的这个任务在当中 对呃再更往上一点就是我们有扶植产业的这个目标 是是是 对那当然听听起来非常的沉重 嗯 我觉得我们下一个阶段应该要换轻松的话题 是 马上又觉得 欸好像要回到自欣赏的角色 对 要开始打官 要开始打官腔吗 是是是 但对音乐人来说好了我们回到这个音乐上 对音乐人来说我要期待在北流我可以这个得到什么帮助吗 哦这个我之前我常常跟很多人分享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可以从一个呃单纯欣赏的角度 不管你是一般人你可以来这边体验 是 那对于有志要从事音乐产业整个产业链里面不管你是哪个角色 我觉得你可以来这边实验 哦 对我们有很多的对空间我们有很多的专案或者是说也有很多的计划 是可以让人家来这边呃就是毛遂自荐 然后拿着你的计划来这边做实验 太好了 对那最后一个阶段当然就是实践 实践你的梦想 那我们有三个场馆 一个是呃表演厅 嗯 就是现在大概五千人上下的一个场馆 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表演 不是只有流行音乐 对哦很多的比如说古典 或者是说像之前也有像武林剧场 他们比较属于有点类似太阳马戏团 这样子的一种hybrid 很混合式艺术的也都可以在这边做表演 是 对因为我们场馆的声学真的非常的好 哦 声音非常好听 它就是可以从流行古典跨界什么 都可以在这边做演出 是是 对那第二个我们开的是文化馆 文化馆现在有一个呃长设展 它是这个收集了从1920一直到近代的这个台湾流行音乐的一些历史 整个历史 对然后用一些比较呃科技 这个最夯的字嘛 这个沉浸式 沉浸式的体验 用这样的方式去呃介绍台湾过去的一个流行音乐文化 那也有空间可以做呃小型的特展 像现在这个高田勋 是 他的这个展览还在我们的这个呃文化馆里头 然后我们即将在11月也有张雨生的这个我们自办的一个特展 哇 所以在文化馆这个空间我们希望他可以保存文化 嗯 那当然最重要在呃这个月 一直到年底会陆续开幕的这个产业区 就是我们其实北流最重要是会扶植产业的一个重要场馆 是 我们会希望这个地方将来他成为一个呃加速器 嗯 或者是孵化中心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你有志要从事音乐的人 可以在这边呃运用这个空间 对 或者是说你可能已经是一个营业单位 你可以来租借这里的空间 嗯 那我想我们的想像是说这整个三个场馆 加上我们所有整个将近九公顷的一个圆区 你可以在这边呃找到你所需要的字 甚至是需求跟媒合的一个功能 嗯 因为我想你把产业链不同的角色放在一个空间里头 他就很像一般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科学园区嘛 是 或者是说工业区 其他就有那样的一个作用就是 其实他是一站式的服务 对 所有相关的事情 对 从培养人才创作 那一直到最后这个作品产出 甚至是把这个作品变成一个展演活动 嗯 那在这个园区应该都可以满足 所以大概是北流大概会希望是朝这个方向去完成 是 原来如此 最后想跟女哥说辛苦了 真重道理 对真的蛮辛苦 这个我就不推迟了 真的辛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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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